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的西北 荒漠与草原的分界 耸立着一座巍峨的高山 这就是荷兰山 荷兰山脚下有一大片壮观的陵墓群 在风沙中静静矗立了一千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 这片陵墓群才被考古学者确认为西夏的亡灵 西夏是中国历史上 一只叫做党像的神秘民族建立的国家 亡灵的表面被严重损毁 似乎经受过有预谋的破坏 像党像人这样 祖灵受到如此毁灭性的打击 在中国五千年生生灭灭的历史中 是非常罕见的 究竟是谁毁灭了党像人的祖灵 一些考古学者推测 成吉思汗的军队毁坏了西夏亡灵 在蒙古战争史上 从未有过毁灵这样的行为 如果真是蒙古军队毁坏了西夏亡灵 什么样的深仇大恨 让蒙古人竟然做出了这种疯狂报复的行为呢 波斯人拉什特在史记中 记载了成吉思汗的遗嘱 我死后你们不要为我发丧举哀 好叫敌人不知我已死去 当他们从城里出来时 将他们全部消灭掉 公元1227年 西夏的都城中兴府被蒙古人攻陷 最后一位皇帝立宪被杀 波斯人在史记中这样写道 国王和居民全部遭屠杀 蒙古密史的记载 更是将党向人的命运 指向了最黑暗的深渊 然而 密史在这里出现了疑点 原始查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 蒙古人准备屠杀中兴府 查汗极力劝诫和阻止 这个查汗究竟是什么人 他可以阻止一场浩劫吗 中兴府屠城的历史真相又是什么 党向人真的被赶尽杀绝了吗 公元1205年 党向人与蒙古军队 在西夏的北部边境 第一次正面交锋 这时候 44岁的铁木珍 还没有被尊为成吉思汗 他正在为统一蒙古高原而奋战 但长期的战争使大漠深处的蒙古人 生活异常艰难 蒙古高原上的情况很混乱 很贫困 蒙古密史上记载 连成吉思汗的妻子 穿不了一件整件的衣服 他要完成他的一系列挣扎 可能呢 物质资源的支持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首先看到的离他最近的 有一块最富庶的地方 就是西夏 这是成吉思汗第一次把眼光 投向定居国家 对成吉思汗而言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超越 除了抢劫牛羊 他有更大的野心 这个战略通道 对成吉思汗来讲 他依然就定着这个地方 因为从西边过来的四处之路 通向着的商贸 都是在这个地方 都在西夏身 拿到了西夏 就等于控制了东西教堂 战略寻求 公元1206年 蒙古各部推举铁木针为首领 尊号成吉思汗 统一了漠北的大汗 眼光越过蒙古高原 投向了四方 为了更多的牧场和牲畜 成吉思汗即将开始 征服世界的脚步 欧亚各国的命运 开始转向 西夏的统治者 丝毫没有大厦江青的危机感 对蒙古骑兵在边境上的侵袭 也毫不在意 他们专注于争夺权力和奢华享乐 直到北方重镇 沃罗海城遭受重创 才给了昏昏欲睡的西夏 一记猛记 1207年秋天 蒙古骑兵攻击了西夏北方的军事要塞 沃罗海城 这是原始记载 蒙古对西夏发动的第一次全面战争 在随后长达20年之久的对抗中 沃罗海城不断出现在历史的记载中 成为蒙古和西夏交锋的重要据点 就是这么一座在中国战争史上 具有重要意义的城池 一直到今天 都没有人能够确认这座城池的位置 宋史夏国传 记载了西夏的军事部署 整个国家一共设置了12个军司 在西北边疆设置黑水镇燕军司 其驻地就是今天的黑水城 在东北边疆设置黑山微幅军司 军司的驻地就是沃罗海城 但沃罗海城究竟在哪里呢 在银川的正北方向 大青山构成了一道天然屏障 党向人在这片深山中 建立一座坚固的城池 守卫都城的安全 在防卫布局上很合理 沃罗海城就应该在这一带 沃罗海是西夏雨 意思是长城中的通道 根据这一点 可以把范围缩小至古长城沿线的山区 但寻找依然如大海捞针般困难 《鸟史志》里面呢 记载了一段话 说西夏人自鹰山至乌拉特山 被军队三万以备其丹 三万多人驻扎的话 核心地方那个军城应该是很大的 那么从今天的整个鹰山 以东往最西端到廊山 这周围如此大的城堡 只有一个 朱明哲 内蒙古巴雁闹尔市 一位文物保护人员 多年来守护着一座不知名的古城 几百年来 没有人知道这座城池的来历 因为距离乌拉特中期的辛呼热乡 仅两公里 当地人称它辛呼热古城 根据考古鉴定 这座城是西夏同时期的古城 再加上它所处的地理位置 可以推测 它很可能就是当年的沃罗海城 八百年前 正是在这里蒙古队西夏点燃了战火 夯珠的城墙将古城围成四方形 南墙东墙中部各设一个城门 门外设有瓮城 突出了它军事堡垒的功能 高大的城墙 可以想象当年的宏伟 斑驳的印记仿佛诉说着 它曾经历过怎样的遭遇 蒙古大军兵临城下 这是党项人始料未及 但他们很快发现 来自北方的蒙古骑兵 擅长驰骋在草原和沙漠 还更熟悉如何应付高所的城墙 它不会打正地战 不会攻城 这样在西夏必须要演练它的学习 在中原地区以城堡建筑为主的这种战中模式 巨手城池是党项人最擅长的 数百年的定居生活 让党项人拥有熟练的城市防御技术 面对高耸的城墙 蒙古骑兵突然无能为力 但蒙古人是擅长学习 事实上在未来的半个世纪 他们正是凭借这一点 在整个欧亚大陆所向披靡 西夏的城池成为蒙古人 最早的军事演练场 这或许是宿命的悲剧 蒙古军队并不占据攻打下来的城池 通常是经过一番掠夺后迅速离开 来自草原的牧人知道 他们还不会管理这些城池 蒙古骑兵的一系列军事行动 并没有在西夏统治者心中 产生多大的波澜 他们丝毫没有加强防范 这种情况下 蒙古人一度攻打到都城中兴府城下 城池四汗强迫西夏 许夏助他讨伐金国的诺言之后 才撤军离去 从1205年开始 蒙夏之间的军事对抗持续了20年 蒙古军队在包围西夏都城中兴府后 选择退兵 城池四汗的目的仅限于此吗 这是城池四汗的战略 放眼世界 蒙古骑兵的铁蹄遍布欧亚大陆 1219年的撒马尔汗之战 1220年的乔治亚之战 1221年的深河之战 城池四汗从来没有停止过征服世界的脚步 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尽在咫尺的西夏呢 注定要成为世界征服者的城池四汗 要的是整个欧亚大陆 整个文明世界 西夏是他战略中的一枚棋子 一枚暂时不用吃掉的棋子 西夏的一些战略物资 包括人力 西夏的河西的马 西夏的一些比较好的那些兵器 蒙古的墨尾高原 它没有那么发达的东西 它可以都争掉过来 它就拿到西征打西征的那个战略 他想让西夏成为他战争机器的一部分 他希望党项人和女真人之间互相消耗 自己坐收渔翁之力 但是一次意外的外交事件 改变了成吉思汗的耐心 1226年2月 成吉思汗西征一个叫 花拉子摩的国家归来 直接攻击了西北重镇黑水城 这次他以复仇之名而来 即将开始的战争与以往不同 早在1217年 成吉思汗准备西征的时候 曾经向西夏借兵 党项人拒绝了成吉思汗的要求 贵族阿沙赶布 甚至在蒙古使者面前 讥笑他们的大汗 讽刺成吉思汗 没有能力就不要称汗 党项人也不再遵守当初 与蒙古人的约定 开始与金国联合攻打蒙古 从蒙古人的角度来说 这是一种背形起义 那是对从文化来说 这是绝不允许的 就是说这是对很生的伤害 那么也是就是发动战争 就必须灭掉 这也是导火索化 十年后 成吉思汗带着他的 复仇之师而来 西征十三年 蒙古人一直没有停止作战 他们渴望回到末尾 阿沙赶布的狂言 成为成吉思汗 讨伐西夏的借口 这一次 他的目的已经完全不同了 蒙古人这一次 不是说你要一点金银财宝了 不要一点物资呢 是要你的城 要你的国 这一次 成吉思汗认为 灭亡西夏的时机到了 这一次 他希望兵不血刃 把西夏并入蒙古帝国的版图 他希望党向人屈服投降 避免杀身之祸 这个游戏民族很有特色的 第一 掠地盘 第二 我俘虏人 掠人口 第三 我财宝 财物 我就要这三个 你这三个给我了 完全得好 我掠人口 掠人人 你跟上我走就行了 我不杀你 绝对不会杀你的 文国人就是指使文国人 最大的特点 如果你要抵抗的话 各上无力 这一次 党向人是选择保全性命 放弃自己的家园 还是用生命捍卫祖先 用鲜血凝旧的土地呢 命运似乎从一开始 就在考验党向人 为了生存 党向人从青藏高原 来到黄土高原 数百年来 他们一直在寻找 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 他们终于找到了机会 唐末送出 当中国西魏地区 处于混乱的时候 党向人站了出来 实现了局部统一 公元十一世纪 西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 先后与辽宋 宋经三国鼎立 现在 党向人又一次面临抉择 屈服或者抵抗 党向人选择了抵抗 他们不是不知道蒙古大军 征服欧亚大陆的战绩 也不是不知道抵抗 会激起怎样疯狂的报复 他们仍然选择了抵抗 成吉思汗彻底征服 西夏的战争开始 他采取由北向南 由西向东 两线包夹的战略 西线进攻首先锁定沙洲 沙洲是西线最重要的门户 与东部的宿州 甘州 灵州 共同组成西夏的西部防线 成吉思汗没有想到的是 在欧洲战场 几乎所向披靡的蒙古军队 在沙洲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沙洲守将吉拉斯义 带领全城将士 对蒙古军队进行顽强抵抗 小小的沙洲 蒙古人围城数月 竟然无法攻下 只让成吉思汗愤恨不已 对于党项人 这是一场暗无天日的死守 不报胜利的希望 只有赴死的决心 蒙古大军围城的同时 切断各路袭下援军 沙洲成为一座孤岛 没有救援 没有粮食的情况下 沙洲依然在苦苦支撑 城中所有的牛 羊 骆驼 成为替代的食粮 所有可以食用的动物 被杀尽之后 城中军民依然坚守 沙洲人的顽固激怒了成吉思汗 他集结最强患的蒙古军队围攻沙洲 沙洲最终失陷 吉拉斯伊和西夏将士 战斗到流进最后一滴血 难以抑制愤怒的成吉思汗 做出一个可怕的决定 土城 沙洲数万人口 几日之间归于死寂 世间最残酷的词汇 也不足以形容这场战争惨剧 公元1226年的冬天 麒麟山下风寒彻骨 河西走廊笼罩在硝烟里 攻占沙洲后的蒙古军队 一路向东攻打宿州 在蒙古军队中 有一位叫西里前部的军官 他是党项人 在宿州城长大 后来加入了蒙古军队 西里前部的族人都在宿州 但他为蒙古而战 破城之后呢 这个蒙古统帅呢 把和他有亲戚关系的 106户人家 全部就是说保存了下来 西里前部的弟弟不愿投降 战死沙场 史书记载 西下的宿州居民大多被杀 宿州之后是甘州 当蒙古军队攻打甘州的时候 又一个党项人不得不忍受煎熬 这个人叫查汉 已经追随成吉思汉多年 成吉思汉可是很用了心的 把西下皇族的一个儿子 叫查汉 从小小的 他就养在内宫 认为养子 他就没有他有用处啊 你的父亲在朝廷 在西下里做官长 我将来打仗 打西下使用得着 原始中有查汉的传记 查汉是党项人 幼年时不受父亲关爱 后来被成吉思汉收养 成为他的义子 在成吉思汉西征时期 查汉战功现刻 史书中不会描写查汉的内心世界 蒙古与西夏势不两立 身为党项人 但为成吉思汉而战 查汉处境之艰难 可以想象 查汉在甘州长大 父亲是甘州的首将 兄弟和族人都在甘州 原始查汉传记载 他给父亲写了一封劝祥信 抵抗只会带来杀戮 投降可以保全全城居民的性命 查汉为成吉思汉效力多年 他知道蒙古军队的力量 也了解这次大汉征服西夏的决心 查汉的父亲开始犹豫了 投降还是抵抗 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人都难以做出抉择 没有想到是 陈池的另外一位首将 趁机借着一种机会 发动了一次军事的自杀活动 甘州的副将 这个叫阿绰的党项人 宁死也不愿意投降 他召集部下 决定发动一场军事政变 查汉的父亲被阿绰派人死杀 意气杀死的 还有查汉年轻的兄弟 国破家王的时刻 几乎所有的党项人选择了抗争 这是一个充满血性的民族 死亡的威胁 改变不了他们为国家捐躯的意志 阿绰和甘州的西夏军人 用最激烈的方式 拒绝了谈判的一切可能性 甘州城的命运已经注定 数十年征战 蒙古军队已塑造成战争机器 无人能够抵倒 甘州失险 阿绰和守城将士全部战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基斯还说 我为我的养子报仇 全称屠城 没有顽强的抵抗 查汉也不会痛视家人 但是查汉并没有忘记 他是一个党项人 党项人的血液在他的身上流淌 这是割舍不下的同胞情谊 他建议说 我们只杀戮那些 就是说犯过罪的抵抗者 而对于全称的百姓 他仍然是采取宽容的措施 陈基斯汗对查汉很信任 他在蒙古军队中 有很高的威望 因为查汉的劝说 甘州的西夏民众幸免于难 甘州之后 蒙古骑兵一路东进 很快抵达西夏国都的最后一道防线 灵州 此时 西夏国土已经陷落一半 灵州城 灵州城依黄河天险而立 是都城中兴府最后一道防线 今天 在距离银川不到七十公里的吴中市 还可以看到这座古城的遗址 上天没有眷顾党项人 八百多年前 蒙古铁骑在冬季从黄河上踏兵而来 一战攻破了灵州城 灵州城首将是西夏的王族 曾经被立为太子的德任 在灵州城失陷的那一刻 德任自杀身亡 德任的儿子仅仅七岁 面对强悍的蒙古士兵也拒不投降 只求一死 成吉思汗征战四方 经历过无数次惨烈的战斗 也曾遇到顽强的抵抗 但在攻打西夏的战争中 党项人慷慨赴死的决心 深深地震撼了战争之神 宁死不屈的党项人 既令人充满敬意 又使人感到可怕 成吉思汗要统一中国 他必须要过西夏这一关 战争历来就是这样 史集中记载 党项人被杀死者为蒙古人的十倍 西夏书士记载 从灵州到盐州 免至川藻土石碧枝 百谷碧也 幸免者百无一二 不计其数的党项人死于这场战争 究竟有多少人逃过了战争的浩劫呢 1226年冬天 成吉思汗的两线军队 抵达中兴府 包围了西夏的都城 最后的战争开始了 年迈的国相高粮会亲自领兵 日夜坚守在城墙 这个时候 西夏的主力部队 已经在之前的战争中消耗殆尽 参与抵抗的是中兴府 全城的民众 就是这样一支军队 改变了似乎没有任何悬念的结局 蒙古大军围攻了几个月 都无法攻下中兴府 即使流进最后一滴血 上天也没有帮助 在死亡中挣扎的党项人 史书记载 1227年6月 中兴府地震 灾难让西夏彻底陷入绝境 也许就是从这时开始 不屈服于长吉思汗的党项人 开始屈服于命运 高粱会之道 年轻的皇帝李宪也知道 西夏已经走到尽头 他们决定向长吉思汗投降 这是一群不幸的人 祖先的基业在他们手里终结 在亡国之前 他们最后需要做些什么呢 波斯人拉什特在史记中写道 西夏的皇帝李宪 向蒙古大军表示 他们愿意投降 但是请长吉思汗 给他们一个月的时间做准备 为什么需要这一个月的时间 今天没有人知道党项人 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做了什么 根据常识推断 在蒙古大军入城之前 保护党项人的血脉 保护拓王室的血脉 应该是最重要的事情 有学者因此猜测 这最后的一个月 在高粱会秘密主持下 一小部分以王室成员为主的党项精英 准备逃出中兴府 然而蒙古大军将中兴府围的水泄不通 逃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在这时候 发生了一件大事 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 围攻中兴府的这个过程中间 成吉思汗突然驾崩 成吉思汗的死亡 对蒙古大军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党项人有可能利用着 最后的机会逃亡吗 他们又将逃往哪里呢 关于成吉思汗的死因 说法很多 史书上记在腿上中箭 一直并死在六盘山地区 最大的推测应该是被箭射死了 或者什么的 但是你要说成吉思汗 他是个大军的首领 他会在这个大军当中 那么他就是箭能不能触及到这么远 这也我是提出就是说有疑问 无论原因是什么 战争之神终究死在了征服西夏的战场上 对西夏深恶痛绝的成吉思汗留下了遗言 把党项人全部消灭掉 整个蒙古人恨得咬牙切齿的 也爬出一个红颜 要把这个中兴城全部屠掉 屠杀掉 这是一个不留老热兵的全杀 党项人真的被斩尽杀绝了吗 命运给了党项人最后一丝怜 原始查汗传中 记载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 查汗当时在蒙古军队的影响力非常大 在他的强烈的坚持下和建议下 蒙古人入城之后 仅仅是把那些有罪的 他们认为抵抗激烈的那些人杀掉 但是大部分的百姓生命得以保全 公元1227年 西夏末地米县在投降后被杀 在中华大地上存在了190年的西夏灭亡 五十年后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 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 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及党项人的故地 统治党项人故地的 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 忽必烈建立原帝国之后 给宋辽金都编修了证实 唯独没有为西夏修士 1895年 俄罗斯人科兹洛夫在内蒙古的黑水城 找到了大量西夏文献和文物 一个失落的文明才开始引起世人的关注 人们开始研究西夏的历史 开始讲述党项人的故事 但是学者们一直在追问一个关键问题 创造西夏文明的党项人去哪了 那样血性的基因在亡国之后彻底断绝了吗 时间给出了答案 北京居庸关是长城沿县的要塞 在居庸关云台券洞的石壁上 刻有六种文字 其中一种就是西夏文 云台券洞是元代建筑 那时西夏一已经灭亡 文字也不再使用 为什么还要刻上西夏文字呢 元史中记载 这项工程的主持者叫高智耀 高智耀正是西夏最后的国相 高梁慧的孙子 他后来成为元帝国的官员 事实上西夏王国之后 一部分党项精英 选择了为元朝效力 党项目的后遗 有很高的学问 这个蒙古的发展儒学 还有咨询他们 所以他的地位很高 西夏灭亡时 高智耀还是少年 中兴府围城的惨烈 他应该印象很深 或许是为了纪念 逝去的祖先 他将自己民族的文字 镇刻在历史中 那蒙古厄托克前期的茫茫草原上 生活着一群特殊的牧民 他们世世代代保留着自己身份的秘密 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 叫唐古特 我说你知道唐古特是什么 他说不知道 我们的祖先就说我们是唐古特 我们就是唐古特 不是蒙古人 我说那你是什么唐古特 我说不类青唐古特 这个在蒙古里发现的 就是推号的唐古特 蒙古密室记载 成吉思汗把一部分西夏百姓 赐给了皇后野随 这些如今生活在厄尔多斯高原的唐古特 有可能就是西夏移民 成吉思汗死后 他的正宫 正皇后野随 野随就是说也带了相当多的 这个叫做唐百姓 回到了这个蒙古大草原上 回到了蒙古 至于究竟流失到什么地方呢 仍然有着种种的争议 时间过去了太久 信息依旧有限 学者们需要更多的证据 最近的发现在2014年 河北省邯郸市 古称大名府 在这里出土了一个 带有西夏文字的墓碑 他是一个下汉河壁的 在汉文的正面汉文和西夏文 他的这个记载 通过对他的翻译 这种对照的研究中间 我们发现他追溯了 他的祖先的一些工业 这个工业就是讲他西里前部 就是生前的一些事情 将近八百年前 蒙古大军攻占宿州城 正是在西里前部的奴役下 106部党向人的性命得以保全 这些幸存者大多都是他的亲属 西夏王国之后 西里前部带着族人为元朝效力 他的后人定居在这里 西夏虽然亡国 但很多党向人活了下来 他们都成了原帝国的臣民 成为国家运转的洞连 他们遍布在中华大地上 留下自己的痕迹 书写自己的历史 但是党向王族究竟去了哪里 仍然还是一个谜 后一个朝队把一个切朝灭亡以后 一定要把他们的皇族 把他们的这些有影响力的人 要做一个适当的处理 害怕什么呢 害怕东三再起 党向王族真的被彻底灭绝了吗 查遍历史 找不到他们的任何影子 一些学者相信 西夏灭亡之后 有一部分西夏王族 沿着当年祖先迁徙的方向 逃亡到了故地 沐亚人的国庄 与周围其他少数民族的国庄不同 节奏缓慢 曲调悲凉 有人猜测 这正好契合了流亡者的心声 真正的逃亡往往都是隐姓埋名者 隐姓埋名者今天也产生了很多的传说 也产生了很多的附会 在甘孜州丹巴县的崇山郡里 耸立着数以百计的碉楼 一些人推测 这是逃亡至此的党向王族 建立的军事堡垒 穆雅人的白色崇拜 他们神圣的威丧仪式 这些习俗与曾经的西夏 惊人的相似 然而 要确认穆雅人是王族的后裔 需要更严谨的论证 如果说是西夏后裔 有相当于五人到了这个地方 那么他的这个文化 语言 文物 这个还看不到明显的痕迹 如果他是逃亡过来的西夏人后裔的话 这些种种的代表着文化迹象的东西 为什么一点都没有参从 语言是确认民族渊源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语言学家的研究表明 木崖语和西夏语同根同源 属于同意语系 语言考古只能证明木崖人和西夏人 在1500年前是同胞 仍旧无法确认 木崖人就是西夏王族的后裔 或许我们能够从木崖人身上 想象早期党项人的形象 木崖人主义 党项王族究竟去哪里了 这个谜依然没有解开 或许未来会给出确切的答案 一个政权消失了 一个国家消失了 但文明不会消失 在贺兰山脚下 耸立的亡灵将一个家族的辉煌 永久地铭刻在大地上 在城市和荒莹 一座座佛塔 安静地诉说着 一个民族曾经的信仰 在黑水城 久远的历史 似乎就在年轻 现在差不多 全国二十几个省 都有大象人留下来的足迹 大象人留下来的印记 你真要找哪一个人是大象人 找不着呢 但是他的文化 西夏这个神秘的国度 为世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而创造西夏文明的党项人 也从来不曾消失 大部分的党项民族 融入到汉族岛中 也有一部分党项民族 融入到其他少数民族岛 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当中 也流淌着党项人的血脉 两千多年以来 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各民族一起地造了我们的疆土 各民族一起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我认为有两个最大的一个人 第一叫做多元 第二叫做民体 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历史 反映了我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 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国家实体 作为一个民族的党项人虽然消失了 但他们的血脉已融入到中华民族当中 他们创造的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为多元所以强大 因为一体所以生生不息 这就是中华文明远远流长的根本 黑黑黑的头发 红红的脸庞 祖先的石头城 就在白河边上 高大的落度 眼望着远方 为一名安浪 起马上战场 越过大河 河水忘记流淌 翻过高山 云彩四处躲藏 那白高的王 有始终吉祥 号角吹响 天生军队无人抵挡 四方朝河 带来遍地牛羊 愿美妙轻轻 大地花香